恰逢端午節 藝人迪寅臉書曬出 和老公孫鵬甜蜜燦笑合照 照片中 迪寅一手緊貼老公肩上 孫鵬上半身也微微傾向太太 大餐上桌 不忘開心比讚 隨途附上兩顆超大愛心 夫妻倆看起來感情甜蜜爆棚 資深藝人陳美鳳也在底下留言 祝他們夫妻倆端午節快樂 還不忘強調喜歡這樣的畫面 迪寅發文也藏端倪 用一顆感恩的心走一輩子的路 似乎預告與丈夫未來共事 疑似也是和好後的告白 我好可憐喔 自從我回家以後 我爸還會偷在我水裡面放浮水這樣 還想說對我下毒這樣 迪寅兒子孫安佐曾表達強烈不滿 怒控爸爸孫鵬在水裡放浮水 先前孫安佐普基道仍麻煩 只有迪寅獨自面對跨海舊子 或許是精神緊繃到頂界點 迪寅當時接受平面媒體訪問 還對外放話受購夫家的人 也透露想要離婚 這回大動作 表明夫妻關係 重修就好 孫鵬表示 我們家本來就沒事 只是一時情緒 至於迪寅和大姑之間的事 他也稱已經向迪寅道歉 並取得諒解 孫鵬迪寅兩人一九九七年結婚 生下孫安佐兩年後離婚 兩人歷經分和 也因為孫安佐二零零七年 才再度複合再婚 這次孫安佐忍出麻煩 一家三口關係鬧得緊張 迪寅先前已經先PO出一篇 關於如何獲得快樂的雞湯文 如今在罕見曬恩愛 要來破除孫家一家 不合傳言 三星文章報道